有一天在開會的時候他就問大家 奇怪 我的Apple Watch有問題 為什麼都測不到睡眠 你是不是沒有更新啊 我更新啊 你是不是設定沒有設定好 有啊 設定好了啊 還是你睡覺的時候壓到 怎麼可能壓到 我睡覺的時候都把手錶放在床頭那邊 你要戴上了 我們三月的時候面白去一趟員工旅遊 董萱其實自認為 因為日文還不錯 去到一家餐廳吃飯 通常想要給英文的菜單 那董萱就自高奮勇說 沒關係 我不用 打開菜單 點完小菜 飲料什麼的 到最後送來兩套煮菜 哈哈哈哈 看不懂嘛 笑了就喝爆料大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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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喝了喝了 今天除了面白四位之外 歡迎今天的來賓 一層 湯姆 OKOK 出貨吹罐 哇 新獎的觀眾朋友 耶 這是排第二屆爆料大會 上屆我們還有 消音跟後製 可以躲藏在後面 今天是 躲無可躲 我自己就按刷肉 哈哈 好可怕 那今天這個規則一樣很簡單啦 我們今天都是特務的設定 然後我們要分享情報 那如果有人因為情報而笑了 就得懲罰了 那我們上次喝酒 那我們現在是健康的面白 對 不能再喝酒了 對 這不是好笑的東西嗎 對啊 所以我們要喝很健康的東西 就是這個 大家拿出來 墨水 水 墨水哪裡健康啊 墨水就是苦茶 好 我們現在試喝一口看 我們都還不知道味道 咖啡想喝 咖啡想喝 咖啡超苦的 我喝了 為什麼不等我 你倒太熟了吧 哈哈哈哈 倒太熟了吧 自己喝了 一 二 三 他都咳嗽 哇 還是我們趕回喝啤酒好了 我想喝酒耶 苦茶是退火沒錯嘛 對 退火 退到我家 整個人都是涼 對 來來來你喝一下 自己過來啊 哎呀我送過去啊 你要笑我的觀眾 為什麼 不可能喝完了 不要 這樣就是搞得我們過獎 還很好 你會不會剪掉你知道 你會不會剪掉 絕對把你剪掉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進入角色狀態囉 有人笑我們那個審查員 就是雲軒跟Coco 他們就會亮這個燈 好 可以先笑完嗎 可以啊笑完 那你先逗我笑 好 那我先來分享一個簡單的情報好了 董軒是一個說話非常理直氣壯的人 他有一段時間在借澱粉 他有一次我看到他晚上他在吃薯條 我就問他說 你最近不是在借澱粉嗎 他說對啊 但是薯條算澱粉嗎 他說 算啊 所以這就是破戒了啊 太理直氣壯了吧 這就要回答我耶 以上 誰 我聽得超生氣的耶 你為什麼生氣 怎麼可以這樣swap算話 對啊 好厲害喔 不是我們剛剛已經忘記了 不是 我們剛剛在笑是不是 我們是心情愉悅而已啊 對啊 你要喝啊 你要喝完嗎 喝一口 可是身為前輩的話要喝完吧 沒有 漫才借我去年才加入 這總的喔 舞台去演了十幾年了 對 但是漫才借我去年才加入 不然喝完跟結渣選一個的話 那喝完 在幹嘛啦 唉唷 漂亮啦 在我剛加入面白的時候 我會去面白的工作室開會 有一個櫃子 放了滿滿的飛機杯 然後呢我就問他們說 這個是哪來的飛機杯 他們說跟建仁蓋衣合作之後 他送我 當下呢大家就說 欸不然大家想要的話 就任你回去 哇沒想到 大家就說沒有沒有 這種東西不會啊 就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每一次去開會呢 櫃子裡的飛機杯就越來越少 有一次 他在梗銜的房間的垃圾桶 看到兩個 你 除了罐罐 為什麼你都是除了罐罐 他真的很生氣啊 你仔細看 為什麼沒有生氣 你笑也沒必要生氣 對啊 對啊 笑了 現在不笑吧 來 我有一個關於 表面張力喔 你要知道一點表情 不然你都被剪掉了 他不知道你有來 好 你真的好壞 他不知道有來喔 那我來分享一個 梗銜帥氣的情報好了 念白的員工旅遊 去了大阪 最後一天去凹淚 梗銜走進了一間服飾店 裡面沒有半個客人 只有一個可愛的女店員 所以他就跟著梗銜到處看衣服 只要拿起一件商品 他們都會出現以下的對話 剛來來回回了好幾次 梗銜走出那間店之後 花了五萬日幣 哈哈哈哈哈哈 舉上 董璇 難怪我看他那時候大包小包 我想說他平常都沒在買衣服 那是卡扣衣嗎 開口 這個團台叫我 最近啊 我們直男生時 然後就是扮演一個老爸 我就在煩惱說 我沒有老爸的衣服 然後梗銜就說 沒關係不然他就請他爸爸 多帶幾件 他爸爸真的有在穿的衣服 讓我來選 然後董璇挑一挑一挑 我現在就覺得 這兩件超級老氣的 非常適合當老爸的衣服 然後梗銜就說 那兩件是我的 所以我大學覺得 帥的時候買的 董璇 全乾 自己想自己笑 太丟臉了吧 怎麼會這樣 沒辦法氣氛就這樣 我來分享一個 董璇帥氣的情報 那因為要演一個冠軍拳王 所以我在後台 很常看到董璇 他就穿著吊嘎 然後那邊揮拳 就算 然後在那邊練習等一下的動作 但仔細一看 他是邊揮拳 邊聞自己的腋下的味道 以上 除了梗銜 我只相信你啊 除了梗銜 其實我覺得 除了梗銜 對好 從旁邊在憋下 我完全忘記 我還是這樣 除了梗銜 對我是太偷 好 你先聽喔 對 哇 好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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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我們把他剪掉 那藥我怎麼喝啊 我要喝你的屎喔 這件事情其實是 對於 亮專員 合物 這裡是銀行嗎 進行一個 道歉 不重 因為呢 你先跟他道歉吧 真的對不起 因為排戲會約到我家 因為大家知道我有家事了嘛 對 那個小孩不方便出門 確實 有一次呢 他到了我家之後 他打電話給我 我沒有接 我正在跟毛毛進行一個 深度假的動作 讓他白白在外面 站了五分鐘 屁啦 二十分鐘好不好 等等等等 最可怕的是 他跟我說 我已經進來了 我站在旁邊五分鐘了 而且我家是落地窗 所以我非常的擔心 因為 害怕 OK 就講到這裡了 太過分了吧 真的很抱歉 全喝全喝 阿姆 阿姆你今天帶你來看 阿姆你今天帶你來看 你的 阿姆你也不笑 然後也不哭 然後也不講 你說我請問會哭啊 好歹放個屁吧 好歹也放個屁吧 有一點攻擊好不好 好歹也放個屁吧 去年的時候 我參與了一檔指南人聲的演出 通常排練的地點 就會在面白前輩的家裡 排練的過程是 異常的鬆散 這個不可以說出來吧 不要浮鬆啊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穆森哥啊 當時是坐在沙發上的 身為這個小後輩 所以我是拿著劇本 櫃姿在地上 而這時我抬頭 望向了穆森哥 他是這樣的坐姿 而手呢 他放在這 彈著他的小吉他 那個小吉他 越來越大了 他穿了一件短褲 形狀非常的明顯 他居然看著後背的臉 勃起了 屁啊 屁哥我跟妳講 臥底的短具 總共無法相對 我相信 我可以解釋 我可以解釋 因為我有剃毛的奇怪 我特別硬 這不是解釋吧 這加深那個可信度而已 加深可信度 我第一次遇到牧生哥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欸 菜童你想不想看我的 我先剃毛 我原本覺得是開玩笑的 他就走過去 然後把褲子拉起來 很小 而且還包襟 屈夠的 很爛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來來 來去啊 我可以超大的 好看好看 好看 這麼小 超大的 而且包襟 快 剛剛到底是什麼樣的環節啊 剛剛整齊人就把外套穿起來說 在那裤露狂 好像要遮畫面 像人家騷擾他們兩個一樣 董軒雖然念的是資訊工程系 但其實他對3C產品非常的不在好 他前一陣子買了一個Apple Watch 想說可以測心跳 睡眠 有一天在開會的時候他就問大家 奇怪我的Apple Watch有問 為什麼都測不到睡眠 然後大家就幫他排解離男雜症 你是不是沒有更新啊 更新啊 你是不是設定沒有設定好 有啊 設定好了啊 還是你睡覺的時候壓到 怎麼可能壓到 我睡覺的時候都把手錶放在床頭那邊 你要戴上啊 你要戴著睡才測得到啊 你放在床頭怎麼測睡眠啊 以上 我以為他們藍牙就是這個功能啊 附身冠冠 董軒 我們兩個好 我來分享一個冠先生的故事好了 他是我 以前在劇團的時候 我們常一起表演 最近我的表演狀況比較不好 所以就被那個時候的製作人叫去罵了 你最近到底是怎樣啊 你什麼都不會 對 你就像這白紙一樣是不是 當下聽了 其實心情非常難過 然後我就想 回家了 當我走出門的時候 發現外面正下的大雨 冠先生就拿著雨傘滑到我旁邊 幫我撐傘 我跟冠先生說 謝謝你 他說 沒有 我只是怕你這張白紙糊掉而已 以上 董軒 這樣這樣子呢 我就趁勝追擊 總特務耶 他是一個非常不懂3C產品 有一次 摳摳從辦公室裡面走出來說 我的Apple Watch沒電了 誰可以借我一下 我今天就把他的Apple Watch 借充電器吧 誰還在那裡 我今天從前這一把 我想說我剛好你放在床頭上 拿手錶出來幹嘛 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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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今天身體一定會很健康 哇 很退火耶 當敵董軒 阿亮是一個很了解 3C電子產品的人 我們前陣子的工作室 換了一個門 他是用指紋鎖 阿亮他 思想縮密 考慮周到 他就設定了各種情境 手上拿的東西 開鎖 綁鞋帶 開鎖 喝醉 喝醉 開鎖 開鎖 不管什麼情況他都可以順利的開鎖進來 這套店完了當天晚上 他就連續失敗5次被鎖在門外 很像 前蹲進去阿 因為他是一個 極度會留守漢的人 所以我所有情況都測試過 但都沒有一個正常開門的情況 這個最該要試的吧 我覺得 不要 關關就在生氣了 你在幹嘛你在生氣 很生氣 我們來分享一個 好 好 要有貢獻喔 我們每次表演完結束之後 我們都會跟著前輩去吃飯 哏錢特務是非常大方的前輩 所以每次他都會幫我們出錢 那一次 一如往常的 他也幫我們付錢 但是我們下樓的時候 還是會意思意思的把錢包拿出來 問他說多少錢 但是那一天 側誤 他插著手跟我們說 你安靜 繼續外面等 我們所有的後備都在外面等 我們所有的後備都在外面等 哏錢特務開熱門出來 你們所有的 都在哏錢格務說 後來是哏錢哥 他是哏錢特務 因為哏錢 哏錢 哏錢特務 我們跟哏錢特務說 謝謝哏錢哥 哏錢哥跟我們說 最近的7分在哪裡 我要領錢 以上 好有趣 還有哏錢特務的 扣卡 全喝全喝 哏錢哥是哏錢特務 哏錢哥物 哏錢特務 大特大物啊 哏錢特務呢 對自己是非常有自信的人 因為有共同的好友的女生 他說他對於Gay的雷達是非常的明確 他就問說 那你覺得裡面神正會有Gay的可能 那個女性呢 就覺得是阿亮 哏錢特務 就覺得 所以是因為我很Man的關係 所以你才不覺得我是Gay嗎 他說 我是 Gay的皮毛不會外露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他你為什麼沒有 智商權欸 母生 我有一個關於前女友特務的 伊辰啊 他是一個對觀眾非常熱情的 有一次伊辰演出完的時候呢 有一對女生 往伊辰靠近 那都說 哇母女一起來看喔 好溫馨喔 那有個女生說 沒有我們同齡 為什麼在別人人場的時候 你最開心 對 好 OK OK 拆頭乾硬杯 那我現在馬上補充一個 麵白前男友特務的故事 管的前男友 管的前男友 當分手的那個禮拜 我們兩個呢 還是好朋友 所以我們一起到彰化去欣賞了 麵白前輩的表演 那我們就先在彰化附近 吃了一些美食小吃啊 在啃一個當地有名的炸雞的時候呢 因為他戴牙套的關係 他就一直在剃那個牙套中間的肉肉 他喜歡拉稅跟那裡的東西 我問他這是什麼 他說就是 昨天晚上的水蓮 衣裳 我太開心了吧 那你先喝 呃是有關於 梗咸 等等 剛剛提到彰化的演出嘛 我就是演出者之一嘛 是 演出的前一晚 梗咸前輩帶著我去吃了 巨酒屋 門口還有座位 裡面都坐滿了 都是一群黑道 8加9 這時候梗咸特務 就很帥氣的說 不用擔心 我們做外面好好的吃 他不會妨礙我們 用餐過程差不多兩個小時 梗咸哥一直回頭的確認 以上 錯誤情報 保護你啊 對啊 那我來分享一個 從一個特殊的地方得到的 牧生的情報 你又私訊好了嗎 你聽完就知道 以前牧生在別的劇團演出的時候 跟工作人員比賽 看誰可以用額頭把夜市買的糖草栗子 撞破 誰可以撞破最多顆 他們那時候就擺上這樣的桌子 然後一個人站左邊 可以人站右邊 用這種姿勢 一路撞過去 先撞到中間的栗子 誰就贏了 最後牧生不請輸了 額頭還長了一個 像栗子大一樣的包 然後隔天要演出 被導演臭小一堆 好可怕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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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抖了 大家都知道 除了耿弦特務對自己很有信心之外 阿亮特務對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他最近成為了我們麵粉第一個貨萬的最終人數 有一次呢 我們去台藝大演出的時候 撤台就請到了我們台藝大的舞蹈系的妹妹 當你們的工作人員 是 這個妹妹呢很興奮的 跑到我們的休息室說 阿亮是誰 我想知道 阿亮特務非常開心的舉手說 就是我 你好 你好 這位女工作人員跟他說 我同學想問你 為什麼你沒有追蹤他 可是你看了他每一篇現動 現在 那個時候是給你錢拿到手機在那邊看的 而且他們是舞蹈系的 想必把他的舞姿全部看了一遍了吧 你們在我旁邊 我們一起看了就知道 我們就不知道是誰啊 不知道是誰啊 而且阿亮還一部 你是要來認識我嗎 來我們可以一起來合個照 一部已經要合個照的樣子 為什麼要出來落井嚇死啊 我把你屁事喔 而且他的同學在現動 後來就看有二十幾折 每一折都點掉了 你們是三人共同講這故事是不是啊 太過分了吧 看到最後一篇不甘心啦 我們來一個好 來全喝 有一個哈姆特務的料想要抱一下 有一次我在跟他開會的時候 開到一半 我會覺得奇怪我的腳怎麼黏黏的 轉頭過去看他 他竟然在挖鼻屎 然後挖一挖塗在我腳上面 然後我問他說 你把鼻屎塗在我腳上啊 然後哈姆說 我以為他是我的腳 太早了 我以為軒哥還是把他吃掉的 哈哈哈哈 朱瑟如果阿亮 那就順著剛剛那個故事 董瑄 就是一個非常善解人意的人 嗯 朱安蘭 我們演出當中 都會從工作室 辦用我們的行李到貨車上 然後我們工作室在四樓 我們按了電梯等待的過程 我 阿亮 牧生 手上都各拿著兩箱的行李很重 但董萱什麼都沒拿 大家看著我們也很不好意思 於是他又按了一下往下的電梯 明明已經按過了 一點用都沒有的幫助 以上 有印象嗎 有印象 我比較好費 那我也來分享一個董萱的情報好了 有一次呢我們演出 到了玩場的時候 要演到拳擊手老爸那一段的時候 在中間串場 大概只有兩分鐘的時候 他還能打 喔 喔 我們就開了 我們就開了 完了 阿亮 完了 這次真的完了 結束了 不要緊張 應該就在撤台 第一時間看到老公 去撤台看看 他就跑出去 QQ 完了啦 QQ 尤其棒 你看撤台 撤台就在他跑出去的 兩三步而已 他不行 你說幫我開撤台 老公 完了 完了 上不了台了 不是玩個時速的 像一個壞掉的掃地機器人一樣 一亂撞 呵呵呵呵 然後就在撤台找到他的吊嘎 沒錯 這個馬上追加一個 我們在工作室他找他的衣服 我的衣服在那 他就是摸來摸去說 我的衣服怎麼不見了 一翻開就他的衣服 他是摸來摸去 等著別人幫他翻開說 你的衣服在這裡 他找東西就是 喔 不在這邊 不在這裡 喔 不在這邊 他是我們的團長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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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來分享一個 董軒的情報好了 我們三月的時候面白去一趟員工旅遊 董軒其實自認為 因為日文還不錯 看得懂一點點 聽得懂一點點 在學沒什麼太辣的問題 去到一家餐廳吃飯 服務生看到你是外國人 然後想要給英文的菜單 那董軒就吃高分有說 沒關係我不用 打開菜單 點一下點完小菜 飲料什麼的 到最後送來兩套煮菜 哈哈哈哈 看不懂吧 還是吃完了 還是吃完了 來 回家 除了一層 為什麼你自己先拿起來喝了 喝完 我嗎 對啊 我笑了 你剛剛好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不能笑 不要喝完 你剛剛喝完 這句話都還要結束了 不知道有些規則 對啊 然後我補一個 灌特務的故事好了 好 以前菜灌很窮的時候呢 我在當獨輪車教練 教我小朋友騎獨輪車 然後那個時候 灌灌因為他工作非常的爛 然後他說 菜頭 可以給我一份工作嗎 我說好 你來當我獨輪車的助理 但是因為你不會騎獨輪車 所以你千萬不要自找 然後我們就一起教了半年的小朋友 灌灌負責黑臉的獨輪 灌灌在這半年期間呢 因為一直在罵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可能連上車都會跌倒 就覺得說 這麼簡單的東西你走的可能不會 他就跟一個小朋友說 灌教練萬代給你 跟你千萬不要試 跟你千萬不要試 他好像覺得很貴 然後他一上車 我在遠出教課 我突然聽到很大聲的 啊 然後還有很多小朋友 往我旁邊走過來 灌教練 灌教練出事了 我說什麼 你平常你不要示範嗎 完蛋了 我們工作要沒了 這個時候我看到灌灌 爬起來狼狈 但臉還是很凶 這台車跟我平常騎的不一樣 不習慣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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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因為要厄了吧 你根本不會吧 出現解救了我的人生 因為 這一次先結束 好 除了一生 為什麼你 你沒幹嘛的啊 你沒幹嘛的啊 我們都喝不喝 是不是有三罐啊 沒有 我就喝一罐啊 相信麵粉們都知道 耿銜是一個當政不額的人 說話說快一點 猜一條 然後他自己也常常說 我不喜歡說謊 在面白Podcast第0集的時候 他就有說 我小時候不會像一般的小朋友 會跟媽媽吵什麼 要什麼 因為我小時候要什麼就有什麼 就是因為要什麼有什麼的教育 才會讓我現在物欲沒有那麼重 但到了面白OnAir第二集的時候 他說他小時候 還有電子機他媽媽不買給上 為什麼呢 出網了吧 騙子吧 全合 好有道理喔 補充一個 我們耿弦特務 他是一個主導性非常強的特務 而且他會覺得他自己想的才是對的 有一次 coco測完九型人格之後 他說 我是對型耶 不是 你是另外一型 強型的把人家改了他的人格 為什麼 另外還有一次呢 我們在後台 董軒在測16型人格的時候 一定要答什麼問題嘛 董軒答完說 不對 你這應該要選 這是什麼亞洲家長嗎 今天把他決定 他的所有的選項 離場 天啊 好強 而且他測完還會意正言辭說 對吧對吧 你是這個才對吧 其實 你是這個喔 其實上週董軒特務差點 因為性騷擾被抓起來 來 我去高雄演出的時候要去坐高鐵 我就拿了非常多東西啊 前面剛好站了一個女生 在坐電梯的時候 我沒辦法算好那個劇 這樣子的時候是完全沒問題的 可是當你往下走的時候 手提是會極具縮短的 然後我就變成這樣 這樣沒問題 然後下去就這樣 好不舒服喔 好不舒服的感覺喔 他就直接 阿嬤瞬間變為少女 是個阿嬤 阿嬤 第二件是 我要演下個角色是不是 對對對 下個角色 在講漫長 也是阿嬤 有時候在坐公車的時候 後面的門其實他的階梯落差很大 還在等著下車的情況下 阿嬤就在我前面 然後我就先 踏了一隻腳在底下 然後另外一隻腳還在上面 然後我要起步的時候 我覺得 你有需要真的踢嗎 阿嬤我發現他在駐爬就這樣 阿嬤沒有按下車鈴就下車了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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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喝 打兩塊塊 阿嬤 阿嬤 誰打了一個隔 沒有 一套牆 你又放屁又打隔 什麼意思 真的很道歉 剛剛講到了一個騷擾的故事嘛 那我來分享一個關於自己的故事好了 有一次我去健身房的蒸汽室裡面 考一下 大概有五六個人已經在那邊了 我就調了一個位置坐下來 霧氣越來越重說 進來了一個男的 還有位子 但他卻筆直的朝著我走過來 面對我插腰全裸很壯 那我那時候覺得害怕 所以我就移開位置 表達我的不舒服 後來他沒有離開 反而坐在我旁邊 然後開始眼神一直看著我 一直看著我 我不敢看他 但是我餘光看得到 我就說 可不可以怎麼了嗎 然後他然後嚇到 沒有啊 我沒有怎麼樣啊 我就說 可不可以不要再看我了好不好 他好像你虧了 他就走出去 他一走出去之後 裡面的五六個人全部走出去 全部都會看你 全部都會看我啊 好不舒服啊 原來的真氣是 原來 一聲之外 阿亮嗎 阿姆 阿姆 那我這邊就分享一個 為什麼阿亮會慢慢變成 這樣的情報好了 我沒有變過去 我沒有變過去 我們一群人 那其中有兩個人 是一對情侶 男生是阿亮的高中同學 叫做 搭比 那不知道為什麼阿亮 叫太順了還怎麼樣 叫他 比比 他在我旁邊吃飯 我就說 欸他怎麼阿比比 比比又更奇怪了吧 口誤 口誤啊 以上 可笑中心 可惡 那我再補充一個好了 嗯 我就不說是誰了啦 在場有一個特務 上禮拜 跟我去打球 打到第三四分的時候 這個特務就突然舉手說 不好意思 我露出來了 我露出來了 我沒有露出來了 我說我要去拉屎 我就拿給亮哥獅子巾吧 對 那個獅子巾是有酒精的 超涼的啦白癡 他不是在舉手 大家站立刻 站立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又不在關閉事了 哦沒事沒事 李莎 想喝 好髒哦 我有個關於哈特務的故事 哈特務 哈特務 哈特務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有一次 我跟哈特務的女朋友一起吃飯 你沒有哈特務啊 你沒有哈特務啊 哈特務啊 哈特務啊 我跟哈特務還有哈特務的女朋友一起去吃飯 吃飯到一半的時候 哈特務就拿了一個禮物 然後這樣子 你拿開來看一下 是一個很小的行動充 他說我很常看你手機沒電子 這行動充充給你 我都把你充滿 然後哈特務就上廁所 我插上去的時候 完全沒有充電 我就問他女朋友說 欸 你知道這行動充多少錢嗎 他說這個在蝦皮買 一個60塊 怎麼可能用啊 欸欸欸欸先接住 60塊太過分了吧 60塊是因為 他是只能充半隻手機的量 那要買兩個才可以充一次 對 對 上一道我跟哈姆吃飯 然後那餐大概400多塊 他說哇菜頭很常你們都請我吃飯 這餐我有來好了 錢包打開也就20塊 你要請他們付嗎 小菜的部分不付 夠吧 又不夠吧 漢特務 幹嘛 黑人的事可以說嗎 不要啦 好 那就不說了 其實大家別看哈姆這樣 他在休息室是很吵的 所以我有時候會想開玩笑會說 閉嘴閉嘴 啊閉嘴閉嘴 這似乎有點傷哈姆特務的心啊 我跟菜頭是確定分手那天 那天其實大家都在open mic之後 搭到一間酒吧 然後我跟菜頭在那間酒吧的外面聊一分鐘 然後好我們就是確定要分手 那我們兩個雖然是一起回到那間酒吧裡面 但我們兩個還是啊太開心 跟大家這樣說笑 但其實我們兩個心裡都很難過這樣 離開酒吧的時候呢 我要自己叫uber回家 我知道我情緒快要受不了 跟大家說完再見 我真的要痛哭 所以這時候 哈姆就這樣善男 一辰 還有嗎 可以過來一下嗎 母哥怎麼了嗎 你怎麼這樣跟我講話啊 可以整個 竟然還在意這個啊 嚇會他啊 喝完酒的時候走出來我也很難過 然後我也覺得哈姆要安慰我 他們就欸 朋友過來這樣 我說 他們就說 還要講喔 還要討牌喔 然後哈姆說 你說怎麼那樣講 我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想說開開玩笑而已 然後他說 你能笑嗎 哈哈哈哈哈 太嚴肅了吧 哈哈 不善男吧 啊 啊 苦茶太難喝了 還在喝酒 要先分享一個快速的情報 太慣 哈姆 每一次來我們工作室聊天 進門的時候一定 是拖到剩一條內褲上 哈哈 到底在想什麼啊 然後哈姆 不會先穿上自己的衣服 一定會把我的戲服 一步花到球衣拿上來穿 這個剪掉 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也來分享一個 因為 罐罐 菜頭跟哈姆 他們真的是 非常喜歡 日式搞笑的藝人 有一次 就是我們 一起去吃一個 居酒屋 每一個人 只要去廁所回來 就會帶一個裝傻回來 可能會藏一些衛生紙在身上 拿那個乾淨花出來 送人或什麼的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會很緊張 我要去上廁所開玩 後來我就去上廁所了 我就想到一個 精心的Bokeh 出來 每個人都在外面抽菸 哈哈哈哈 那那個Bokeh是什麼 衣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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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喔 前幾天 我在 Seven尿尿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小便斗 還有一個馬桶 馬桶上面有 超大手的大便 馬桶蓋上面也都是洗 地板也稍微有些大便 超級噁心的 但不關我的事嘛 反正我會尿小便斗 我尿完尿出去之後 有個女生在排隊 我就對她大聲地說 欸不是我 太心虛了吧 以上 沒錯 我想要來 包個摳摳的料好了 大家知道我們面白就是四個臭直男嗎 是的 很常講一些直男的話 酷喔酷喔 酷喔 酷喔 發生什麼厲害的事情 我們就會 吃飯一次 我們就這樣一直叫一叫一叫 但酷酷其實還好 還其實也是蠻直男的 然後有一次我們開會的時候就 然後酷酷不知道為什麼那天很生氣 說 走人軒閉嘴 走人軒閉嘴 你們這個東西已經惹怒我兩次了吧 上個禮拜我們演出 弄那個便當 然後已經沒有筷子 很生氣 Uber E筷子咧 然後他們兩個在那邊 安靜不要吵 很煩 還好吧 我再想要講一個 我在講電話 然後跟廠商開會 大家都坐在客廳 然後也不曉得在幹嘛 就這樣 我當然也沒意思 我想說就是平常開會的樣子 我就一直講 然後那個廠商突然間 就有點害羞跟我講說 不好意思 請問你現在在忙其他事情嗎 我一直聽到新聞是 完全被誤會了 以為我在偷情 怎麼可能不至於吧 怎麼可能不至於吧 我看看黃神咧 我們十分 你們還有一個是 看到漂亮的女生的時候 前面我會看著我這樣 這樣子 我最近被這個影響 昨天在打球運的時候 那個很漂亮的成功 我下一次的 我下一次的 男人吧 不對 但沒禮貌了吧 不然我再抱一個 牧生客戶的好了 他剛剛是不是在放屁啊 對 對 越坐越前面 改就是任何事情 就是牧生他非常喜歡放屁 那有的時候他會欣然承認 但有的時候就不承認 那為什麼 有一次就遇到他不承認的那一天 那怎麼辦 旁邊的空氣清淨機可以運轉 就你嘛 對著他了 就你嘛 才會變紫色變紫色了 啊啊 木山嘛 上禮拜前妹們家的時候 前妹們都在 然後前妹們家放了很多 很有趣的玩具 有一個是放屁抽片 然後那天晚上大家都在玩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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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害怕 你只要記得一句話 你就是個愛你 然後他就叫我唸五次給他聽 你在講什麼 他真的跟你講完之後 然後就換下一輪了 你知道嗎 菜頭你是最有趣的 他講不是真心的 那一排後輩都講完之後 看到哈姆的時候 他就不講話 他都會說你無聊 這應該不是真心的 這樣子 你也三個祕 為什麼你也三個祕 今天是不是快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之後到我們喝一杯 好想尿尿喔 不行了 乾杯啦 謝謝 好不容易 好不行欸 真的要乾 好了 那我們也聽了很多的爆料 情緒什麼啊 以往沒有這些人的時候 都可以講得很舒服 他已經有的時候 其實超尷尬的 好啦 那我們爆料到這邊 結束了 謝謝 感謝太快 還有伊晨還有哈姆 來讓我們節目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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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每周四都會上傳新的影片 謝謝大家 我們是變白的戰鬥 耶 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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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點拿出來 老闆 我幹 我剛才在外面 老闆 敢一杯 真笑 只好啊 不知之虎 真心化自己的威脾 這是驚嘆啦 好不好 好 好 這次 來看見白 你會all be cool 明白 Be with you 一定有燃燒的像女巫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